今天依旧来挑战一个粉丝任务 软软退游 这个挑战就由我来接受啦 嘿嘿 不过我不会每次都挑战 我觉得有意思的任务就挑战一下 这局我要用恐龙基地的那个三角灯笼窝子吃鸡 开局先来这个机场的恐龙部落 随便拿一把枪把灯笼打下来 然后再丢掉 哇还不错耶 竟然是一把大菠萝 还有一件三杰甲 还挺肥的 另一边应该还有一个 我先驯服一条翼龙血 还要往前 怎么又是一把大菠萝 我打两个 我意识到一个重大问题 好像没有样 我要跑去霸王龙基地了 那里肯定有人 但是我估计有些人不喜欢打掉里面的灯笼 我过去看看能不能解漏 大事不妙 这地人还没有走 我需要飞到恐龙头上 别打大哥 怎么回事 完了完了 掉下来了 哇 这停的位置没挺好呀 点击下车 直接掉下去摔一些 我被敌人笑死了 不来算弯的很大 刚拿到一点装备瞬间归零 还好可以复活 你们说复活后的物资算不算呢 应该不算吧 咱们去这个部落 把灯笼打下来之后 再把身上的甲和武器通通丢掉 好家伙 第一个灯笼说你白K 怎么又是甲 你有头盔的吗 嗯 第二个灯笼里面出了一把冲锋枪 还有二级头 还可以 但是真的好像没有样 老规矩 驯服一头一龙去霸王龙基地 还没等我靠近 我就看到敌人 敌霸王龙出来了 他们也发现了我 真是出事不力 哎呦呦 火力还挺猛的 不能掉鞋 看见没 他们一个人坐在上面引诱我 我一露头肯定就被另一个打 这种小剑梁骗不过我这个老江湖的 这时 其中一个想偷偷让我侧身 被我发现了 非常的可惜 这波没有打倒他 还坐在霸王龙上面 真以为我不打你啊 打他 嘿嘿 给我吓下来了 他另一个队友还在绕 我看你能绕到哪里去 他要从这里出来 我去 哈哈 逮出你了吧 直接补 让你当猪头娘 打的就是你 他另一个队友想要投注我炸我 我疯狂闪夺 最后他坚持霸王龙溜了 这小子笑死我了 打不过下腿就跑 当我跑到霸王龙基地的山上时 他的那个队友复活跳伞下来了 咱们偷偷摸摸摸过去 放了溜 咱们没有药 所以能阴人就阴人 不能掉血是关键 他们好像还没有发现我在哪 他知道我在这附近 他们两个在找我了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头上 这里打不到那个吉利福 小老弟我在这儿打 直接连打逮捕 这个倒霉蛋被我打了两次 还有一个吉利福 往哪里跑 不准跑 拿下拿下 注意注意 这个吉利福只死了一次 他还有一次复活的 要小心一点 果然他们没有打动了 又可以补充竹子弹了 宝箱中间的被打了 这外面还有一个 一把大菠萝 这边还有一个 是一把冲锋枪 我考虑一下 还是不换了吧 就这样 来到这个地方 又找到了一个三角灯笼 又是一把冲锋枪 我打算当一个老六 我用大菠萝 取回一藤一龙 然后再换成冲锋枪 我打算上这个枫叶树上 要计划说的好 不作死就不会死 本来完全上去的 谁知道我动了一下 然后掉下去了 直接给我摔成了大岸 我哭了呀 本来是马恩邪 自己把自己 差点弯而死了 还没有药 真是自己 给自己增加挑战难度 于是我只好 狗在房间 突然 一只霸黄龙 出现在我面前 这人很奇怪 他把暴龙给抛弃了 这要是为啥呢 点了他两枪 躲在树后 嘿嘿 现在轮到我来猜骗你了 哎呦呜呜呜 躲在树后不好弄他 这些树枝 把我巨大的神仙 给卡住了 最终 他直接帮我恐龙打血 嘿嘿 我不怕 我去亲你的 哦哈 原来是没有了 怪不得他会选择不要 最后趁他被人机 吸引注意力 我直接偷袭 成功拿下 又是你啊 小狼 就是霸王龙那样的人 你们看这个空头 还卡在了树户上 这个空头谁也拿不到 最后也是看到 麦田最后一个 直接把他带走 挑战成功 我把圣灵雕像放在这里 看能不能拿到 不够耶 还是拿不了这个空头 好啦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